歡迎收看 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宗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編恩還有公民行動 已經進入資料庫 我們聯合自播的 網路視頻的節目 我們希望透過人物的專訪 來讓大家瞭解到 一些爭議性事件背後 值得我們再進一步的 去關注的政治經濟結構 以及文化方面的問題 我們在看議題的時候 不是只有在看熱鬧 而能夠看到更多的門道 不過我們今天 不特別去談一個議題 我們要談一個在臺灣 好像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觀念 叫做自由民主 最近這幾年 我們可以看到臺灣會常常 例如說以這個香港 做一個例子 很擔心臺灣的自由民主 受到了影響 而我們從小到大 其實也都參與過 什麼小市長的選舉 班會 在也有一些投票的訓練 甚至在臺灣的這個投票 也都慢慢到了所謂的 可以有公民 直接的去投票的 這樣的一個狀態 可是我們真的知道 什麼叫做自由 什麼叫做民主嗎 今天要跟大家來談兩本書 這兩本書就是一本叫做 可操作的民主 蘿蔔規則禁春記 另外一本書叫做 親自活著 那這兩本書的作者 其實在我們現場 是蔡閻丁 蔡姐 蔡姐妳好 大家好 我是蔡子 蔡姐其實我們知道 是從中國大陸 再到臺灣來 那其實我們待會 如果有機會來再談一下 你這一段 非常特別的一個旅程 不過一開始 我想要還是先聚焦 在這兩本書的身上 這兩本書很有趣 我們如果把這個書打開 看它的封面跟它的封 這個書背 你會看到叫做民主 那另外一本書就是 親自活著這本書 我把它打開 你看到的是自有 這個設計非常非常有意思 其實這樣的設計 其實就是在某種標示了 這兩本書的不同的性格 可不可以先請蔡姐來 跟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設計 以及這兩本書 它分別代表 你想要表達的意念 跟想法是什麼呢 好 說到了這個設計 我覺得我首先是非常感謝 這個書的合作夥伴 美術編輯羅引軒 他是在讀過了這兩本書稿之後 再來做這個設計的 可操作的民主 這裡面的關鍵詞 已經在書名裡有了 但是親自活著 書名裡並沒有體會出 自由這兩個字 但是他讀過之後 他做了這樣的選擇 我覺得心有氣氣 那這兩本書這麼一起 擺在這裡是蠻有意思的 雖然可操作的民主 是一本十年前的舊書 講的是我們2008年 在中國的事情 那親自活著呢 是一本剛剛完成的新書 講的是2018年到現在 我在台灣 宜蘭農村種田 體會到的食物主權 那很有意思的是 當他們一起出 而且又用了自由和民主 這樣在書封上的 這一個主題詞的時候呢 他就是一個是在講 沒有民主自由的中國 我們如何践行民主 另外一個呢 就是講在有著 自由民主的台灣 人們應該如何捍衛自由 而我之所以用到了 應該如何捍衛這種表述呢 也就是說我看到了 在現實生活中 有很多地方呢 我們的民主 我們的自由 其實是被蒸發了 這裡談到的如何捍衛自由 並不一定是所謂的 政治的直接干預 或是受到某種政權的壓迫 而可能在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就會受到很多很多各式各樣的限制 就像你在這本書裡面 後面有提到 我們待會再談的 所謂的系統性的控制 這種系統性的控制常常是無形的 這部分我們待會再談 不過你剛剛談到的 這本可操作的民主 其實在二零零八年就出版 然後是要在 當時是在一個沒有民主的中國 去出版的這本書 所以當時其實已經在中國發行過了 是 這個書記錄的是我們從 我們具體的這個事情的發生 是在二零零八年 但是往前推的話 可能這件事情的實踐 要早十年 甚至更久 也就是說從上個世紀 九十年代末期就開始了 那書中的幾個主人公 我們其實都經歷了各自不同的探索 這樣的一個經歷 那這樣嘗試的事情是 交會在二零零八年 有了一個這樣的成果 這本書不是講理論的一個 而是記錄了一個 我們践行的實力 這本書剛剛談到 是在沒有民主的中國出版 那他有順利出版嗎 或者是這本在談民主的書 在一個沒有中國的民主裡面出版 他有遭遇到什麼樣的波折嗎 很有意思 這本書正是我拿到的那一天 其實是我們二零零八年做的事情 我拿到這本書的那一天 是二零零二零一四年的 二零一二年的四月一日 愚人節 那當我跟大家說 我的書出來了可操作的民主 結果誰都不理我 以為這是一個愚人節笑話 這又可見 這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事實上呢 很多人都以為是 在沒有民主自由的中國 做這樣的事不可能 寫這樣的書不可能 出版這樣的東西不可能 但是事實上 這個事情我們做了 這本書我寫了 它也真正的出來了 那所以這跟我多年以來 一直在說的一句話 就是那樣 我說底線其實是用來碰撞的 就是說什麼是不可以 什麼是可以 可能性都是在做的過程中 践行的 這當然是基於民間常識一方的 這樣的一個態度 那您剛才問到 這個書出了之後引發了什麼 這就是很有趣 這個書後來引發了政府採購 政府買這些書 對 不僅僅是買這些書 是這些書被政府的 有關部門的有關官員看到 認為意識規則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 可操作的民主 是一種有效的意識工具 購買了我們書中的男主角 袁天鵬 他們所推行可操作民主的那個實體 叫一個公司 叫華盛瑞德公司 後來這個又註冊了一個 乾脆就叫蘿蔔公司 這樣的一個公司的服務 購買服務幹什麼呢 就是委託他們將意識規則 這種民主意識的工具 用於在中國城市的基層治理實驗 這說明了什麼 我們說當我們說民主是普世價值的時候 不僅僅意味著對西方 對於這個憲政制度 對於議會政治來說 它是一種普世價值 它是一種有效的工具 其實是對於中國的農村來說 它是有效的 它是可用的 這本書已經被我們在南唐合作社的經歷證實了 同時這種經驗 當被官方看到之後 他們也認為這是有效的 於是就會購買民間服務 用於城市治理 而且更有趣的是 這個在深圳的城市社區治理 還得了連續兩年的一個政府創新獎 這個我覺得還蠻有意思 就是談民主的書 在我們認為一個沒有民主的中國裡面 他居然官方會去買 那這個買的原因 我們待會再繼續跟大家討論 不過因為這本書你剛剛談到 他這本書的副標叫 《羅波規則禁春祭》 那他其實在談一個意識規則 然後羅伯特意識規則 為什麼這個羅伯特的意識規則是這麼的重要 你們為什麼要去推廣這個所謂的意識規則 好 那一般人們提起民主的時候 我們很自然地會聯想到選舉制度 對 選舉到 聯想到這個憲政 聯想到議會 對 那如果我們追尋它的源頭 那就是你追尋到這個希臘廣場時代 對 那就是意識規則是這樣來的 那當有了這麼久的歷史和那麼多的人類治理的一個範例的時候 我們就很容易把民主理解為它是一個正體性的 它是理論 理念 理想 那忽略了最早藝術規則出現在人類的意識過程和日常生活中 它到底是什麼 對 其實那就是基於人和人之間權利平等的這麼一個前提下 人們需要是自願選擇共同遵守一種人與人交往 人與人交流的一種平等的一個討論問題的一個方法 那回到這裡就是意識規則 這本書其實非常剛剛那個蔻姐提到一個非常我覺得對民主的概念非常重要的一個理解 就是在臺灣其實我們很容易就把民主當作是選舉 當作是投票 可是民主回到一個剛剛談到的一個比較古希臘的概念 它其實很重要是溝通 是相互了解 那這個溝通跟相互了解非常重要是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上面 而且它必須要是我說你聽 你說我聽 它才是一個所謂的真正的溝通 所以其實這個是所謂的一個民主最基本的一個一個內行 是 那民主歸根到底 當然我們現在很多人看到了都是投票 都是選擇 這其實都是很後端的事情 是 它是尾端 它是最尾端的東西 對我來說 或者說是對於我們在一起從事這個推廣 一起學習使用的這些人來說 我們更看重的是它在操作過程中 如何能夠保障每個人的權利 而且是能夠通過有效的辯論 有效的性 充分的表達 能够体现所有的参与者 他们的意见 尊重他们的表达 能够成为更多数的人 他们参与了意见的一个方案 而作为这样的一个方案来被认同 这才是有效的民主 其实大部分人都会把它简化成选择 那选择它常常就是所谓的非黑即白 一种二选一 在里面书里面提到一个很有趣的 现在说这个观念 其实在中国或在华人社会里也是这样 或者是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也常是一种非黑即白 就是我不是喜欢你 要不然我就讨厌你来选择你 这其实就是在台湾选举 常会看到一种模式 可是你在书里面有提到一件事情 说当人们发现其实在黑白之间 或是在二选之间有别的选择的时候 突然间大家都豁然开朗 大家发现原来所谓的民主 原来决定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其实也很简单 是 那当我们说这个没有那么简单 这里面就可以有无数的现象可以讨论 当你后来又说 它其实也那么简单 这一点就是说 它是有一个化繁为简的窍门 这个窍门在哪里呢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中情意识规则 把它看得那么重要 它不是告诉我们什么对什么不对 你选择哪一个 而它是一个原规则 这个原 这个原规则就是说 它是一种怎么样让讨论有效的 一个意识的方法 那因为有了这个方法 它就能够保障我们的权利 给了我们充分表达的机会 就能够产生一种 就或者是就有可能产生一种 综合了大家的意见 保障更多人权利的一个方案 是 这里面有两个主角 一个叫做刚刚提到的袁天鹏 也就是这本书的另外一位作者 还有一个叫做杨云彪 杨云彪是在这本书里面 最少出现的一个人物 这两个人的人物的性格 其实是完全不同 他们做事的方法也是完全不同 他们为什么会被你凑在一起 当说到这两位人物的时候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 就是说他们几乎可以说 是两种东西的代表 一个就是说是民主 是一个意识规则洋理念 比如说袁天鹏是个海外留学 归来的留学生 一个是代表着中国的现实需求土问题 那杨云彪是中国农民 中国第一个农民维权协会的发起人 那他们都有共同的对于平等 和对于权利的追求 那我为什么会把他们来拉在一起 就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一点 看似是两个端点 事实上都有根本的需求 这非常非常有意思 就是这两个人一个分别代表东方 一个代表是西方 可是他们对民主同样都有一些理念 可在操作的方式 其实常常会出现很多的冲突跟矛盾 特别是这个操作方式 要到一个乡村里面去执行 但我们回来再来讨论 在这个执行的过程 然后到底遇到了什么样困难 出了什么问题 以及如何去化解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管宗祥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两本书 一本是可操作的民主 一本是亲自活着 一本就是谈民主 另外一本在谈自由 非常有趣的这两本书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也邀请到了两本书的作者 寇言丁寇姐 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 寇姐你好 你好 刚刚我们在谈的是可操作的民主 在他谈的介绍的是一个意识规则 然后他在告诉大家 民主非常重要的是怎么去讨论 那看起来我们大家都很会讨论 可是常常变成是吵架 那但是有时候讨论 你也不是真的跟他讨论 你只是想要说服别人 你并没有跟别人取得共识 或者是共同找出一个 大家可以接受的方法 所以其实他这个民主的过程当中 如果变成吵架 常常是我们想去压制别人 是另外一种威权的这种展现 那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因为它是一个叫做罗伯规则进村记 也就是你们要去乡村里面去推广什么叫民主的概念 这里面有一段话我读起来特别的 我觉得也是对我自己的提醒 我念一下在这本书的107 他说我实时提醒自己 就是我应该就是扣解嘛 首先要适应乡村思维 与乡村习惯做事情 不在无谓的细节上面撼动乡村习惯 说到底 那我们做的事情与乡村思维大相征庭 那么至少要先找到一种更容易贴近乡村话语的形式 那换一个台湾或者是现在华人常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所谓的接地气 那这个不只是接地气 是因为你要去跟别人推广 那但是你要先让大家能够认同你 或者是你要找到一个可以大家共同讨论的语言 不管是这个 这里面的两个主持人云彪跟天鹏来讲 他似乎都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有一些些的困难 是 那就是说当我们任何的愿望 包括民主自由 这些愿望都是要植根于现实 它才有生命力 那我刚才您读的这一段 是我自己的感受 那么在书里我们其实是看到了 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 杨云彪他是怎样让一个 他作为一个归祥青年 在告别乡村多年之后 是如何进入乡村的 就是说他带着自由民主正义的这些想法 如何让乡村现实乡村逻辑接受他 他成了中国第一个农民维权协会的理事长 他不是一个光感司令 他是和几百个乡亲一起做这件事情的 那我们这本书里讲2008年的故事 是海归原天鹏 带着一个意识规则扬凤凰 就是是个海外的一个非常有精英特质的 这么一个意识规则 来跟中国的需求 乡村现实来对话 那看上去是我作为媒婆 和已经被乡村接受又熟知乡村逻辑的云标 再怎么样跟天鹏来沟通 来让意识规则被众多乡亲接受 更重要的是能被他们用起来 那事实上其实是真的就是说 整个天鹏我和云标 我们作为一个意识规则推广的团队 让这种西方的民主意识的工具 意识规则能够在中国线下 在乡村现实中能够得到应用 那在这一点上很重要的真是 不是这个穆罕默德让山过来 而是我要到山那里去 这里其实一个有两个重要的重点 一个我们刚刚讲说要用语言嘛 这其实就是一种所谓文化转意 就是你要用别人听得懂的话 然后去表达你的想法 所以你要去用别人听得懂的话的前提 就是你要先懂别人 你才能够用别人听得懂的话 那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我们在跟不管是在 即使是在推广 即使是在做某种理念的传达 其实那个态度是很重要 我所谓的态度是不一定你要去改变别人 而是我的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怎么样去 有可能是共同去展现出一种新的可能性 例如说我有的理念 但是你有你的规则 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个规则的调和 那这个过程当中 很重要就是所谓的对等 那也就是所谓的民主的过程 这个会让我想到在台湾有一些状况 例如说在台湾其实最近这几年 都在推动所谓的大学社会责任 然后都鼓励老师 鼓励这个同学下乡 然后去做所谓的服务 去改变别人 那我常会跟同学或是跟很多老师说 我们不要先想着去改变别人 我们先去了解别人 我们再来谈所谓的改变不改变 甚至应该抱的是 我们会被改变的这种心态 那第二个就会让我想到 在台湾的社运圈里面 或整个台湾的民主的过程当中 其实常常会是一种精英领导的 他不太去跟所谓的群众去讨论 或者是在这个组织当中 也常常会出现精英化的现象 所以在很多的国家 或是包括台湾也是 我们常常会看到选举的结果 或是那个民主的结果 其实就是一个精英换成另外一个精英 一个领导人换成另外一个领导人 可是我们在讲说民主是人民做主 但是事实上到最后还是精英在带头 您刚才说的这个现象很有趣 它不仅仅是我们在具体的事情中看到 那因为我做社会观察 那我在中国有几十年的经历 也有过一段台湾生活的经历 那我会发现在台湾有很多小江仲裁 小江仲裁 小江介石 是 在中国有很多小毛主席 那有趣的是这个小江仲裁 小毛主席 他不仅仅是在政府部门 是政府官员 他其实在学术领域 在社员场域都有 那就是说是一个领袖到权威 到威权 那就是我说了算 开会就是统一思想 统一到我的这个方案上 那这显然不是民主 那很有可能这个新的威权 是曾经对抗威权争取民主的人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通往 他是一个威权 但是这样是和我们心目中的 民主理想象违背的 那怎么样才能防止这种样的轨迹 变成一个从领袖 倒权威到威权 我在这本书的这个封底的推荐语中 我作为使用者 我其实说他不是靠着哪个领导英明伟大 而是以意识规则简单公平 那就是要制约权力 制约那个power 保障权力 保障right 是大家每一个人的权利 那是靠意识规则简单公平 不过即使我们看到社会主义里面谈到 例如说 这个世界没有救世主 那可是在 即使是在社会主义这样子谈 他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救世主 或者是在民主的社会里面 他也在谈人民做主 可是他其实还是一样有很多的救世主 也就是特别是在华人社会当中 他其实会有一种权威 希望权威来帮我们做决定 那这个当然有一部分是我害怕权威 另外一部分是我不想要担负这个责任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也在谈论 你们在推广 或者是在跟大家去聊 议事规则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纠结很久的东西 就是主席 主席例如说 好了我们在讲说 主席不是主持会议吗 可是在这里面看到的 中国的农民会希望说 主席你就要主持正义 他不是在主持会议 他是在主持正义 这个过程非常非常有趣 在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些纠结纠葛 那最后他是可以同意 原来主席就是纯粹的 去把这个规则做好就可以了吗 好 其实我们刚才讨论的就是更多的是 从领袖的角度来讨论的 那当年已经说到这个民主 就是人民做主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在我的习惯中 我更习惯于改一个字 改成公民做主 那公民和人民相对来说 不一样的区分在哪里呢 我个人认为 人民可能更多的是18岁的 有了公民权利的自然人 那而公民呢 他更强调了 你是不是承担了公民责任 这个公民责任就很有意思 那很多时候 这个领导成威权威 是出于领导一方 但也有的时候是出于人民一方 因为人民不愿承担责任 那好 这个责任就被强人 被领袖拿到手里了 那怎么样 就是这里头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公民 我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我面对这个责任 那这在会议中 这就会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领导人的话语强势 所以意识规则非常强调 主持人不是领导人 那主持人他有权利 他的权利是什么呢 是主持会议 按照意识规则主持会议 主持人没有发言权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意识规则很多地方是强调了 你参与着你的公民责任 你的公民性 那比如说在投票权的问题上 在这个发言的问题上 这里头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他背后 这个意识规则条文背后呢 是指向了参与着个人 你的公民责任 即使弃权的人也要负责任 是的 我们常常讲说民主社会有权有责 可是这个有权有责不是只有单纯的去 要求这个领导者 或者是这些所谓的代意识 有权有责也是要求公民的本身 我常常在讲说你就是投完票之后 就是准备罢免的开始 因为这个人是你选出来的 你有责任 他做不好 你有责任把它拉下来 不是在那边摆烂 好像我无所适从 好像我没有办法 不是也是你选出来 这就是你的责任 那这是我们在这本书里面谈到 所谓的民主对等 那中间有个东西叫做规则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除了看这本民主的书 也要谈一下这个自由的书 虽然我们剩下时间不太多 因为我实在是太爱这本民主的书 但这本书非常非常有意思 就是他就是一种所谓的亲自活着 在亲自活着里面我念一段 他说这边应该是你写 他说减量的不是酒 卑卑真爱都是自由 我爱自由如同生命 酿酒跟自由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其实这是食物主权 是权利 这食物主权包括 我此时的身份是农民 我种田是村庄的酿酒师傅 那样的就是我作为一个生产者 我的知情权 我的生产权利 我的加工权 这都是权利 那你作为一个消费者 你的知情权 你的选择权 这都是权利 但是这些权利 我们是不是都被我们践行了 都被我们用行动主张出来了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说我们的权利 就是被蒸发掉了 那这个我们的这个权利 我们跟食物有关的这些权利 我们的这些right 是怎么样被蒸发掉的呢 很多时候是被一个权利 是被那个power组成的一个系统 来联合剥夺的 被剥夺于无形 比如说我们见面常会问 吃饭了吗 那接下来我就会问 您吃的什么 如果是这个随便买了一个汉堡 随便买了一碗泡面 那我就会问 你知道吃进去了多少添加鸡吗 然后我就会说 没有 其实说简单也很简单 如果我们建立了这一个习惯 我们就即使是现代人 必须依靠超市 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 来让自己少摄入一些添加剂 你的意思是说 虽然我们今天好像吃汉堡 或者吃泡面 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可是背后有非常非常多的控制系统 例如说他可能是一个商业的体系 是一个食品的体系 是一个科学的体系 是一个政治的体系 那这些都是影响到你的生活 你好像是自主的选择 可是这些都是他帮你架构出来 你并没有真正选择食物的权利 是这个意思 看上去我们作为消费者拿着钱 我们有一百种选择 但是在这一百个品牌和东西 后面都是同样的政府权利 资本权利和科学权利 以及传媒权利 话语权利的这样一个权利系统 我们是被层层控制的 那样的话能说我们有自由 我们就实践了这个自由权利 所以当我们能够实物自主的时候 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 或者说因为它现代社会 必然是会有那种工业化的加工 我们必然要考虑到那个便利 要从这个超市里购买 虽然有这些 我们也要通过自主选择 建立这种自己动手的习惯 或者说是恢复我们人类 原来就有的自己动手的习惯 以此从这个食物的这个角度入手 拿回我们的生活主权 虽然我们的这本书谈的时间不多 亲自活的这本书谈的时间不多 不过这本书非常有意思 就是除了刚刚谈到那些 好像很伟大的这些理念之外 这本书有非常非常多的内容 是在谈怎么过生活 然后以及甚至会告诉你 怎么去酿酒 怎么去做菜 怎么样去找那些食材的 非常有趣的地方 虽然我们谈的不多 但是也很期待 大家能够去看一下这本书 不过最后我想要再请教 Coach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播出 之后没多久 你就要回到中国 那个曾经把你关了一百二十八 这样的地方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很舍不得你回去 甚至会担心你回去 在这边的生活不好吗 为什么一定要回去呢 在这边的生活非常好 而且对我来说是有点太好 我说我这一生 没有过过那么幸福的日子 我说这不是在追求幸福 这本身 这就是幸福本身 那包括这本书 我说这本书 是我向台湾的致敬之作 那是因为台湾有那么多的 自由开放和多元包容的 一个社会环境 能够让我有务农的机会 而且是能够让我在生活中 实践自己的想法 才会有这本书 至于为什么回去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国家吧 那再有一个呢 我觉得不管中国怎么变化 或者说是情况怎么造 我们都要面对一个共同未来 那即使是抓我生活的那些人 他们也同样面对现代生活系统 对人的剥夺 那食品安全问题 污染问题 在他们的生命里 和他们的孩子的生命里 跟在我的生命里 和我的孩子的生命里 反应是一样的 那我是觉得我想做的 其实归根结底 回过头来 就是我们的生命和未来 但是你不担心不害怕吗 说不担心不害怕是假的 但是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 就好像说很多年以前 就好像说是在做那个 意识规则推广 或者是写可操作的民主 这本书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说不可能 但是事实上事情做了 书写了也出了 也带来了很多后续有趣的影响 我觉得陆时人走出来的 还是要是 不管怎么样 就是扣姐至少把这两本书 带来台湾 也把他自己的生活经验 带来台湾 可操作的民主 或是这本亲自的活着 它其实不是一个理念的书 它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书 包括日常生活 怎么样跟他沟通 怎么样聊天 怎么样去实践民主 怎么样活得自由开心 怎么样不被扣姐提到的 被整个系统给控制住 非常推荐大家来看这两本书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扣姐 来上我们的节目 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跟扣姐请教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天空的眼泪 吸过了世界 爱来不及发现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 心中的黑暗 掩盖了希望 忘记要相信 生命的动力 是原子梦 感谢观看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